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人们常说三观决定了恋人能不能长期走下去 但即使三观相合的人落实到日常习惯和细节中 也可能因为第四观不同 而消磨掉耐心疏离了感情甚至遗憾的分离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金巴多提出 决定婚姻生活质量的 除了三观 其实还有第四观 这个第四观就是时间观 也就是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 金巴多教授把时间观分为六种 一 过去消极 常常后悔做过的事情 二 过去积极 觉得过去很快乐 爱怀旧 三 当下宿命 认为命运一定努力无用 第四 当下享乐 爱冒险 有创造力 冲动享乐 不擅长规划 第五 未来 效率至上 思考长远 有计划 不喜欢意外 第六 超未来 信仰宗教 以电影《致命与春娇》为例 春娇的未来时间观可以合理安排时间 实现较高的效率 却会因为对未来的焦虑而感到压力满满 它会陷入年龄焦虑 永远在担心被时间淘汰 被爱情抛弃 被焦虑搞得不知道如何让生活快乐起来 而致命是典型的当下享乐时间观 容易因为没有计划而吃亏 但也比较容易满足和快乐 他永远保持童心和好奇心 眼神里总有少年气 烦恼不会停留太久 生活永远充满活力 从恋爱起的第一天 春娇就想安定下来 希望致命给他一个未来 但致命却认为享受此刻的关系 比考虑结婚更重要 致命无法攒钱 喜欢刷卡买很多小玩意儿 而春娇只能抱怨对方不够成熟 非常无奈 不同时间观的人在一起 彼此的一举一动会消磨各自的耐心 他们因为相爱而靠近 却因为时间观不同 在七年间经历了分手 异地 劈腿 复合 同居 情路充满坎坷 那究竟有没有对的时间观呢 其实每种时间观都各有利弊 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 关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时间观 春娇有一句经典台词 我好努力想摆脱张志明 但最后我发觉 我成了另一个张志明 在爱情里 伴侣双方 必定会被对方的时间观所影响 互相渗透 春娇学会了像孩子一样去追逐UFO 而志明也学会了陪妈妈买菜 耐心教她用微博 春娇学会了活在当下 志明对责任和未来 也有了更多的反省和思考 他们在冲突与磨合中 平衡了各自的时间观 最终达成了和解 走向了婚姻 金巴多在《时间的悖论》中提到 平均而言 男人更倾向于以当下为中心的享乐主义 而女人更倾向于以未来为导向 在很久以前 这种差异是一种生存优势 因为男人和女人可以平衡对方的时间观 总而言之 如果你们第四观不合 你不仅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经历 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不同的时间观 如果你能够灵活转换时间观 就能最大程度的利用时间观 善用时间 时间也将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给你更好的回馈 这种回馈 最终也会体现在你的婚姻生活质量上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欢的话 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我们明天见